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觉得从跟彩排比较 反差最大的应该是 半首人 A 组 没有一个因为我看了彩排 没有一个超长发挥的 中规中矩发挥的是PPAP A 组 从个人角度来看 看的是电视机的转播 电视机的转播有各种角度 转换跟切换 每一次不同角度都可以给我说 蛮棒的一位选手 一个是金义涵 一个是蔡徐坤 谁的票数应该会最高的 票数整场最高 我想想 这真的不好判断 朱振廷 Justin 这样说来朱振廷也不错今天 因为昨天我看了Drop段落的舞蹈 他一个人感觉跟他们是分开的 我说该性感的时候还得性感 按照我的判断 导致这一次舞台有那么多 不应该的事情发生 包括我刚刚说的一些失误 应该是心态 不断的上舞台 不断的磨练自己的心态 得稳得沉 当时就是我们的李俊逸同学在于对于这个 国粹的这个定义上面可能有些模糊 有点拿国粹有点开玩笑了 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你可以去传承它 你可以去传播它 但是不要拿它开玩笑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非常尊敬每一位前辈 因为我们每一点的 现在的改变都是基于以前前辈打下的基础 走过的路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拿国粹开玩笑 那最后决定可能俊逸这次就不跟我去快乐打不赢了 首先会带AB班的练习生们 还会在CDF班里面各选出一些人 然后看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 如果表现得非常好的话 会带他们去一起来上这个节目 因为我上次在那里不是说过吗 我说我会不定期的会给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也就是想看他们就是 不管是到F班到D班到C班 他们自己的努力程度 包括给我们展现的那个整个的成品 呈现的那个程度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完了以后通过这个状况 然后再进行选择吧 爱奇艺乐想品质 нич Geor那 会有记忆 一点 七 。